這邊就是鄭偉跟總經理還有在場的同仁大家好 我現在要介紹的就是赤方寶 那我們其實因為要靠到新的年度 我們就把我們過去的4A Goins 因應調整變成4A News 然後現在開始我們就要看到盡調公司的這個源起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目前是主張以東南亞的事務為主 那現在先介紹一下我們的發行人 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這位是我們的創刊的一開始的陳如倩 陳如倩陳教授 在2006年創刊 然後當初是以越南文為主 那隨著發展我們現在的語言越來越多 包括我們的粉絲專業有月營太減免費的6個語系 那觀光網站跟雜誌紙本就是中月營三語系並程 然後接下來 然後這是我們的現在目前的社長兼董事長 對同時也是我跟執行長的壽士指導教授 對 彭博安寶教授 他也是他經驗相當豐富 然後他因為使命感所以接下了四方報 那這個就這個過去就一個很陵長的過去我就不再提了 對 然後四方報也嚴格 大概看一下就是陳如倩陳教授 我們一般都稱他Lucy 正稱他Lucy 他在2006年創刊 然後我們在2011年得到社會通緝獎 在2013年達到最高峰 然後在去年的6月我們籌備轉型成為社會企業 到8月我們正式復刊 其實中間有一段重整期 就是我們要準備籌備的這個過程 然後在1月的時候我們 其實我們在8月復刊就變成雜誌的形式 只是到今年的1月我們正式調成為 一般大家說到外面市面上看到雜誌的這個模型的版本 對 然後我們也有跟各大企業集團體合作 那接下來我們的特色是包括 第一個是雜誌編排 我們應該算是台灣唯一一個包含議題 生活全面性的中外對照的東南亞型刊物 其實現行還是有別的刊物 但是目前都是以娛樂為主 沒有所謂的一般的關注國家議題等 那還有影音平台 我們現在有Facebook還有YouTube平台 我們現在一直在積極的整合機 讓他達到一個慧如的這個目標 再來就是NGO產品服務 其實我們現在跟許多NGO有一個合作 然後來幫助這些東南亞的國際工作者 以及新住民來打破他們生活的困境 甚至其實在原有的生活水平上在逐步的改善 最後是一個多元化的交流 其實我們一直在持續的 我們非常重視就是在台灣的多元性這一塊 那我們相信透過我們這個品牌 可以讓在台灣的東南亞 具有這樣背景的朋友 能夠讓大家看到他們的文化 以及他們生活精彩的那個部分 對 那我們當然也是經過這一年來 復刊後的長期合作 我們建立的 跟許多單位建立的非常深刻的一項 第一個包括企業 就是前面三個是我們的 前面兩個是我們的股東 那後面包括巨貌 黃國際、招風、中華航空 這些都是我們的非常 算是我們的非常感切的 支持者與贊助的廠商 合作企業 那接下來一月開始還有合庫 合作金庫 那UDN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新聞媒體合作夥伴 包括政府單位有 桃園、台中、高雄市政府 勞動部、文化部、移民署 這些單位 那學術合作 我們也沒有 就是也是有長期的 這樣密切合作 包括郭北教的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 對還有中央廣播電台 然後我們當然就是 其實我們會有今天也是 因為眾多的這些 閱聽眾在背後支持我們 那可以看到其實我們 我們越南、印尼有1200本的這樣子的發行量 看起來不多 但原因在於 我們逐步的希望能夠把這些 閱聽眾轉換到線上 然後這部分還包含了 華航的機上雜誌的部分 那我們的Facebook點閱 總統已經超過了兩萬人 對 然後我們的官方網站 因為是連接著我們的Facebook 粉絲專頁 所以它其實是 它是互通的 再加上我們今年其實 因為因應直播的這個媒體 以及個人的媒體的出現 我們開始進行的直播 以及YouTube直播的整合 我們稍後有時間再回來看 這是我們接下來要介紹 我們的目標閱聽眾 我們三個主要的目標聽眾 第一個就是新住民及新人代 當然這個在現在有一些 大家可能說要轉換這個名詞的聲音 但是我們現在基本上就 直接先以這樣的共識的名詞代入 再來就是第一個 在台灣就業的國際工作者 目前我們是需要在東南亞 那未來會逐步 根據我們目前 根據我們的營運狀況來做個擴展 第三個是關注東南亞國際 政經產業文化教育動向的受眾 現在政府在大力推行的新人項政策 其實就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關於產經文化教育的部分 因此這也是我們非常注重的一個 算是報導的面向這樣子 然後跟我們合作當然就是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這個平台 達到一個忠孝最大化的這樣一個結果 就是希望能夠提升在台灣的新住民國際工作者 即二代對於合作品牌 跟我們合作的單位 對於他們的服務的認知 然後擴大對公益團體的正面所向 彰顯合作單位對社會企業的積極與支持 那當然最後我們是希望能夠做一個枢紐 橋樑的這個角色 希望讓政府媒體企業甚至 當然還有一般的新住民集 國際工作者能夠達到一個 都是提升生活水平的這個目標 最後我們的經營理念 剛剛往前一段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四方街團友報導肩幅 這個是我們董事長彭華恩 彭教授 他的這個算是我們的營運的宗旨 他非常倡導這個概念 他覺得我們應該要放下媒體驕傲的姿態 親近民眾到第一線 讓大家知道說我們非常重視東南亞 以及台灣多元性的這個部分 這個其實剛剛我們已經講過了 那這個是我們在前幾個月 預計是那時候是8月 拜訪了台灣第一位新住民委員 林立常委員的這個照片 那我們是以四方街朋友報導肩幅的宗旨 就是繼續為東南亞在台的新住民 以及國際工作室發聲 那我們每天都會有daily的新聞 一直去持續的更新 以及我們日常行程的公開透明 我們要讓一般的民眾知道說 新聞工作者到底在做什麼 公益的平台社會企業到底在做什麼 而不是剛剛在上的就是 觀眾們躲在一個企業的大頭裡面 讓他們覺得說企業好像比我們很遙遠 這樣子 那我們當然有未來的展望 那其實我們現在一直持續在做一個轉型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智慧型手機 及APP等軟體 然後來接觸到更多的新住民 及國際工作者 那四方報現在目前在紙本的時候 紙本開幕的部分是採 月刊型雙軌變形字 所謂雙軌變形字 包括兩種開幕 越南、印尼 以及裡面是越南中文、印尼中文 這樣子的組合 那我們未來一樣是朝向更多元的社會企業的發展 就是說我們會完善我們社會企業的功能 對持續根據社會企業所需的 具備的條件來增加我們的這個質量 不管是品質還是我們報導的面向 或者是服務的層面都會相應的提升 然後向大家來推廣社會企業 讓社會企業在台灣生根發展 那以上是我們 我個人對於四方報的介紹 然後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就是說今天來的主要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當然來之前我們才介紹 就是 社會的小政策 社會的方式 這個 取消 重新調整 對 對 我覺得 我去年跟黃昭瑞談的 有關相關的問題 讓他們過去的事情就不見了 因為 我覺得 在您還沒有回來以前 到我們回來接這個 我的期待之深是應徵 我終於看到一個很專業的解釋 就是我非常要求 可是這個部分 我覺得在媒體方面 我們會回來的地方是說 整個實驗的就是 實驗的問題 把 把 別的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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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权 本來 來 譬如 其餐 土館 本來 地 你 他 Fort 松 我們在跟當地台商 跟台灣的部分 企業在聯會的部分 官方 這些回答的官方幾乎不太承認台灣 當然 但是我們在一間 在商界 其實對台灣是相當支持的 我覺得這次很感動的 一般代表說 我覺得今天管西執政 台灣的努力在世界是被看見的 是被騙到的 可是我們會面臨實際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說 以我這個小報來講 如果 我都想在美老師 好吧 老師呢 我就叫美老師 老師呢 我在面對這條部門的時候 最大部門會在他把我當媒體 我就很失望 因為我不是媒體 我能辦一個平台 讓新住民 讓二代 讓移工 現在我們成為國際工作者 他有一個 不管是最早以前我們講的權利申訴也好 還是說他有一些遺欠的回饋也好 甚至於他有一些感謝 甚至於他只是一個思念 他透過這個平台 跟家裡的人問愛 我們都在做 可是我被政府歸類在比歷史也好 這個當然 剛剛瑞克的報告跟去年到今年的轉型不同 台灣只有公司法 我一直找公司法我成立了無法事業 可是我找不到任何跟世界企業有關的東西 好 那我當尋求經濟不足腦器的錯誤的承辦人的時候 我有點小小無難是說 他都不我要物質類的東西 固體類的東西 他沒有屬於像我這種針對無形感的事 變成說 我又被放到 因為我跟打眾不同 所以我就被放到一個卡卡橋去了 我又不一樣 那我那天跟魚丸 吳立偉在那裡 他也是去找社企 在很努力的時候 來研究了台灣的這個 要怎麼講這個 經濟環境跟體經濟環境 就是這個營業的環境是現實的 我那個時候很職業的跟魚丸 吳立偉發言說 他家柳丁來不出去 關政府什麼事 如果政府什麼事都來管 那怎麼商業機制就亂掉了 一定有原因吧 商業經濟行為有商業經濟行為的模式嗎 你做不好辦就該淘汰了 當然你說今天天災啊什麼 喔 颱風呢 是不是 實際要去做一些防範的補救措施 可是如果說你把它賣不出去的東西 都用社會界的模式來包含 你要去做一些防範的補救措施 包裝行燒再買掉 請問你他回饋的時候是什麼 那就是獨立個人的 他當然不會有社會的 我看不出他回饋社會的 每一個案子我看不出回饋社會的 再來一個 這些產品裡面 讓消費者是不是拿到最安心的 然後又不貴的 就是那個價錢是比較實惠的 我也看不懂 當然 因為我不在這個區塊 所以我覺得 我只是側面觀察 我想想想你能夠服務的一個來 就不應該用小商業的方式來計算 因為 中華協助的朋友們 如果我溝通 最後他竟然要我放雜誌 我說天啊 我說服這個雜誌 嚴格說並不是拿來賣的 我只是一個服務員的我 我賣一本虧一本 這個只是最早的一件事報紙 所以很多新竹民朋友 或者老的朋友拿到以後 說得很低一點 他們本來就好像 好像不是那麼被重視 再加上可能大部分的工比例 來講工作的關係 是比較被侵蝕的 然後拿著報紙 我好像也只是說在一點 就是電在地圖地下坐著 然後在公園裡面坐著 看的機會幾乎不大 一份那個時候五塊錢到二十塊錢 我去年二月接了以後 我們做兩次的轉型到今年 一月正式成雜誌版 我的目的沒有別的就是說 臺灣今天在座 今天不管這個政策的執行是好的 可是不管我真的會碰到什麼樣子的 委屈也好 或者是阻礙也好 但是我覺得政策 政府不是沒有在做的 政府在做什麼 該讓財力界跟東南亞的朋友們知道 第二個 相關部份內政部教育部 文化部內政嚴署 你有些法規有些規範 你該讓新座民 阿公朋友 甚至於往來東南亞的這些商人 是知道的 政府的平台在哪裡 你不能說我有公安 這是被動的 相對於現在中央政府 你應該怎麼做 那我遇到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從去年到幾年發 我幫內政部好 做了一個辦公告 還有老闆公告 照理 現象現象都有 一毛錢 是 給我的觀點 給我的回答就是說 對不起這幅預算在年度已經停停 所以我們沒有相關預算制定 你是公益單位 就請您做公益 不管那時候企業的 整個拿到 從頭到來 也有一家合格 第二個 前後任署長 我其實很感人 都跟我說 喂呀 你趕快去辦一個協婚 其實舉年後 有點抗爭是說 你不要辦協婚 因為我真真實實在做 信聰明跟移工 是我現在拿國際工作者 和二代的服務 我在落實政府的一天車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這個不留 到今天很明天 我真的沒有一年空 我不敢言說 我去年覆蓋遊戲學生 我去年覆蓋遊戲學生 因為他sponsor我 他不能減稅 所以他給了我兩萬元 他是投資還是 他就是投資 因為他不能解稅 我是PTC 但是他可以投資嗎 他可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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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在這個市場裡面 他幫我非常大的忙 他 因為他個人的關係 引進了這個 軍貿國際 對 都化了什麼 什麼東西都不用 也不用 也不用 用國際的文化 也不用說 砰 先用 社工的 沒有 我真的很感恩 肖天使 一個人是他們用軍貿國際 後來趙天津的張董 跟合作親戶 就在上個月 上個月跟我分別 印加跟簽約 他們因為在越南跟前站 印尼都有分好 所以他們就做了廣告的約定 就算是用這個廣告 等於說 讓我未來的這三個月到半年內 做一個創新 可是我思考我今天做的這個東西 我竟然為了這個新南方政策 為了這個政府 我竟然會被別人化 這是讓我很不可思議的 因為我沒有協會 我就不能去做專案申請 比如我現在在做協會申請 第二個 我去年新里市政府 今年新里市政府 有一個標本公開了 我也發現 旁邊有很多類似的公關公司 他們都去做成功 可是公關公司成功完了以後 我不是說今天 好像我做的就比較恒長持續 而是這些單位做完以後 會發現新里市政府 各新里市政府就是 因為一定要消耗這個預算 基本上就要消耗這個預算 可是對於政府的政策 是否有落實 對於新住民二代 和國際工作者是否有照顧 對於整個產官學界 是不是有鏈禁 沒有 這也是我 我覺得我在裡面 我很無力的 我非常無力 那 我覺得第一個 可能是不是我在進入理念上 我表示我的指導上面 是不是我有一些 方正的選擇是不是錯了 如果說我不要走進 我就是想走這麼多的行 我沒有很堅持的這個理念 我覺得我不應該被這個事情打擔 可是現在看起來 我不管做什麼 我都是好像 絕快和寡的感覺 我生活跟整個 比方說產業界 希望我做的東西 都蠻正經的 我心裡有無力的 因為我找過 像一般的 越南人 他們一往全國之前 他們只是說 那你 我就是主辦單位 你到時候 那麼容易我們出席列行 那甚至於 我這次 昨天配合 文文巨台 綠化明年 邀請 越南國服的一個 一個 李世華 一大師 來台灣 我們怎麼可能發現 台灣對這樣子的 國際知名的設計師 是完全陌生的 文化部在審專業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150萬 90萬 人家是50人的專業團體 包著飛機的包廂 整個舞台都移來台灣做國際型 他是每年每月 市場中邀請的VIP 結果來到台灣 但是不得重視 所以這案子就一直延藏在裡面 那我剛說 文具團是我單位的媒體 媒體系列單位 那我又見他的媒體重點 所以當他跟我講的時候 我也很無耐的意思是說 我說 如果國人欣賺 我訪問到這 我說我一定會 我也會陳述 我們現在也不會在 南鄉政策裡面 不應該是這樣子的一個 困境跟捲徑 其實很多東西是可以做的 我絕對不相信說我們今天做什麼 我們不說要不要放在中國幹什麼幹什麼 可是中國什麼 可是你要做的文化 觀光交流是可以做的啊 為什麼你要去怕限制 就像身為前來之前的這個 我覺得非常好 我不相信 成為自己的人就 滲進去中國就可以 看看我台 不可能嘛 一定是被邀請嘛 所以台灣這些人講的 我就笑一笑 我今天還在錄影講的 說批評 有人站在批評的角度 他就是批評 我站在肯定的 那就是肯定嘛 你總要有露點的機會 這是一個專業人才 這是一個國際肯定的人才 到那個地方 你非要去給他掛個帽子 一一合在我活動 還好現在妹妹喜歡掛帽子 本來掛帽子也就扯掉 當然我覺得這是 就是執行在走下去 我們希望樂見到 你能夠走到兩個地方 而不是說好像走到現在這麼遠 因為我是影域事業的導演員 所以我除了開玩笑外 我手都不能接 第二個在裝好企業裡面 包含這個辦公室 那時候在其他會上說 欸 你可不可以去幫忙什麼 我就說 第一個我如果有住客人的話不行 因為有時候晚上我們會打電話 我們這邊指導半夜11天 對 總的應該不錯 我們總辦公室人 總辦公室在細紙 其實也是很熟悉的一個人 一個家他把它改成書 然後跟他的出版社 我們只是用他客廳來這個區塊 所以你過了半夜11天還能接電話 我給你報告 像上次賽事長被爆他那個 對 我不知道你不想 他那個賣 他是賣魚的什麼 還是賣金的在不打他老頭 對 是 桃園就已經晚上11點打電話了 是是是 他以為是2點打電話 我後來是把我辦公室的電話 轉接到我的手機 是是是 所以我睡過之後就接到電話 我說你不要急 因為你講越南話我真的聽不懂 是 我說你不要急 不要急 我說這樣好不好 我說 maybe tomorrow Morning Call me Please 所以1955 call1955 對 如果說 可是 我不能證明 我能去年到幾年幫 勞動部 內生部 以為水 我做這些 推廣 我要講 你不能說 我政府預算已經訂了 我都開到公告進行一下 他上來十萬以上要找給我 政偉 我說不要十萬 你九萬給我吧 嗯 嗯 就這樣 可是我笑一笑 現在新的 你沒說 你沒說 你沒下去 你不會這樣看他報告 他也跟我說 你找機會來找他 我也要找機會找他 當然他可能這段時間比較多 就好像我們 運跑法 政偉上就是有一個 很長的一個鋪圖 我們很希望說 在 在執行的這些 掌管上 掌管們知道說 其實 在省電單位 他 我一個語氣 你不能把我所有的語氣 通通放在一起看 這是不對的 你去日本買東西 跟去英文買東西 不可能只有一個價錢 要買兩個國家的東西 不可能的事情 那 政府如果今天還是 用這種 這種 要守舊 這個叫守舊 這個在計算的量 計算模式是完全不對的 因為我六個語氣 我只本兩個語氣 你不能用一個價錢來看 這是不對的東西 而且我的內容是80%是不同的 我各國家各國家不同 那 今年很高興就是 因為正式把我們推薦 我們進入的滑航 越南 印尼航線 那因為飛機的條路 真的是 姓名的意外 他就脫離了這個 比方說印尼他可能轉香港 或者越南轉哪裡 對 哦 後來香港的旅客 或者是又飛 那香港的時候 飛來台灣 他又飛上海飛哪裡 然後他拿到 看到 就誒 刺風暴 當然有一點小小的 訂閱增加量 可是我剛剛就知道 我們這份資料裡面 除了他跟報道的 照文進合作艦庫的廣告 還有一個原傳 因為他以前是錯的電話卡 可是這個電話卡一直被質疑 為什麼英黨的電話 像是台人 我覺得這是不孝的 在越南的 台灣 越南的辦事處 台灣在越南的辦事處 親民說 你到台灣押了我的卡 不然你不能 你不能夠 我覺得這是錯的 可是這些東西 我沒有看見 反對面是不好 我沒有做任何的說明跟解釋 甚至於表態說 不是這樣子的 再來一個 就算你說了 你是在你的官網上面講的 必須要很誠實的說 不是說你要透過 全台灣做新住民的區塊 非常多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你用各種手 主辦手段 你都可以讓他們去看到 你不要透過我 雖然我目前大概 全台灣市場率我大概最高 因為只有我在做 其他人做的是消費跟財務 可是我怎麼去接觸溝通 我所得到的答案是 一樣的就是零 零 可是我必須要為他跟繼續做 那這次在來這邊之前 很高興就說 好像有一個 老師要辦一個論壇是嗎 明年五月有一個亞太的論壇 而且我們特別是放在這個區域 也就是跟你們照顧的區域 是幾乎完全重建的 對 哦 這個整個的構想 或者這個企劃還是什麼 對企劃已經大致有公告了 它就是在明年五月到五月五號 六號左右的時候 那叫做明語亞洲的一個 亞太設計的一個論壇 會議的公公會 那相關的資料的話 我們網站上有 我事後再請小廷提供給你們 是 老師另外就是有關於這個論壇的 這個座談的內容 比方說是邀請 比方說對象各國的什麼樣子 位階層的人 那國內有沒有一些選擇 我想就是說 這個是程序者 所謂的世界社會企業的公共會 就是SEWF 世界社會企業論壇 那個麥羅 所以如果你們看一下 之前SEWF的辦的方法 或者是辦的這個歷程的話 大概就可以知道 我們目前規劃的基本盤 和一個想法 對那我想有幾個目的 一個是說我們辦在台中 就是希望說這個社會企業 不再適應的話 像台北才流行的一個名詞 所以它可以適度的去結合 地方創生的一些心法 就是說因為在台中的好處 就是它離台灣每個地方 差不多一樣遠 那所以就是你要做一些小旅行 你要做一些試機 要做一些什麼的話 各國的朋友們來這邊 然後再散出去是比較容易 那如果以前都是在台北 然後其實到高雄的幾乎就很少 就不要講東部了 對那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是跟之前的規劃 比較大的一個差別 那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差別 是說我們也會特別去強調 這個台灣這邊的創新 把它讓各國知道 以前好像都是請國外的一些 大的講者來這邊演講 讓我們知道 但是其實台灣這邊很多的創新 它因為沒有翻譯成外國語言 所以其實就國外也不知道 那所以像台灣其實社會企業 有相當多 我覺得還蠻不錯 像這次去紐約下來 甚至在那邊都可以募資 用到像重設器 就是去用一些就是 身杖者讓他們變成同用設計師 或者最近也有一些話題 像說接賣者 讓他變成這個提供服務的朋友 等等的這些計畫 那這些計畫 它的一些特色就是 它不是賣產品的 賣產品的設計大家都已經聽過非常多了 其實從最早的祝福聯盟 喜漢爾離人的時代 我們就已經一直到現在 都是有產品消費農村等等 這個都還好 但是服務的部分確實是比較新的 所以我們希望也把服務的部分 讓各國知道 那當然也還包含本來的 你說還好的這些部分 像合作社運動也許他在台灣也許也有可能復興 那他復興的過程也需要各國朋友的了解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是從內往外國在這部分 也是比較新的 以前都是找國外的一些大師的那裏演講 那我們現在是希望是比較對的 就是兩個經過社的想法 這個論壇那邊比較高階的 那是不是透過這個論壇 能夠再做一點真 讓在台灣跟台灣這些合作的 比方說對英台節目可以甚至於擴大到 所謂的當初現在像政策規劃 那是一個國家裡面 我們比較偏可能中下 他該知道的東西 他才會有一個 原先參與的 不但參與他對於自己的 未來是有期待的 將來他回到國家以後 他對台灣是肯定的 像老師我們這次傳 台灣的這個 印尼的這一個科目老師 他在因為印尼是一個 高中老師 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高中老師 結果因為印尼的生產環境 他就來台灣做那個老公 做了幾年以後因為工商 他其實就跟我台灣的學生喜歡去澳洲 趕快成第一創業之類的想法 他來到台灣結果沒想到工商 他的手斷了三十分鐘 斷了三十分鐘 然後在台灣學二胡 在台灣學二胡拉拉拉拉拉出新的 結果我們又把天分引出來了 你看台灣就還幫忙拉出了音樂的天分 然後還在台灣辦了幾次的音樂展 後來就回到印尼 回到印尼以後繼續教授 然後用演奏來播 類似教授的音樂展 他上禮拜很特別用FB跟我們 對 視訊 跟我們的視訊 我也問你一遍你 跟我們的視訊說 謝謝跟感情 我們就覺得在眾多的挫折裡面的時候 就是說 努力的是一年半 這樣具體的 雖然還是各位 所以說絕大度數 他是比較有興趣的 像我之前 我一個論壇 我們論壇那個 玄珍的那個 他來到台灣以後 玄珍 玄珍那個 我們那個論壇上次 是跟 也跟眾多 我們在九月份開辦了一個 四方 四方 去世論壇 那 當時是由 林律禪傳立 因為他是國民唯一的一個 新竹人理論士 然後 他是陳學生理論士 然後 我們辦了一個新竹人的論壇 那這個 這個 翻譯 原詩選擇 他作邊的這個 作邊的這個 他是越南 越南姐妹 他來台灣就是因為 暴打 暗性 所以他就離婚了 是你帶了一個女兒 說他就不理他 是 嫁來台灣十幾年 他也 十七年了 他十九歲就嫁來台灣 是 現在在台灣帶了女兒 做了一個保險 十年的保險 嗯 做了十年的保險 那我會問他兩個狀況 第一個 我想我個人 跟台灣應該是要做區分 嗯 個人 他承認第一個 年輕的保險 因為當時的 越南環境 他必須要保險 所以就跟 當時的中介 教委 當時就這樣 沒有選擇性 嗯 但是他沒有想到 遇到這樣子的一個 台灣的保險 把我打完以後 打到不行 他個子好小 我到150歲 把他都沒有帶到女兒 我覺得台灣受了 但是他在台灣受了 反而受到的 相當的幫助 嗯 台灣的經理 他在幫人家 那個 那個 一般的交曆阿諾 就因為一個交曆阿諾 就認識了這個 社群公司 還有這個 這個經理 嗯 就帶著他做保險 一路一路走 走上來 他至少在台灣目前 可以看聲音 欸我覺得 這樣子的過去 嗯 我一點都不會侵蝕他 我反而覺得 有點小小的羞會說 為什麼台灣人 對於老婆的概念 尤其是外籍 還有一個奉情 對於你取來的外籍心理 你為什麼 不是用那一本來看待他 你如果以前 你取的是個美國人 你取的是日本人 你會覺得相信 你不會有同胎的 你如果想取得 你們 你們要訪問 你去跟對方 你會繼續 嗯 第三件事情 吧 我跟你的情緒 為了跟你們 你辛丸不會的家庭 在外面之四 還是比較弱勢的 我很高興 老師 你剛剛講說 我們在台中 其實台中生 我覺得現在的開始 好 其實你說 我們都有關注 可是我真的覺得 失落太多 嗯 在這上很現實的 馬上用明明選舉的問題 所有的議題 通通都複雜 可是在往前看這三年裡面 我們要在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真的很落實在新春意見的區域 可是你會發現到說 至少 像台中一半以上也比較不敢 為什麼 因為他會覺得說 就是明明會的形式 來吃吃喝喝的形式 就這樣 大家都來回一天 兩天 這麼就是 所謂一般的運動員 我曾經跟這次老闆 當然沒有機會商談 他辦完陳四輩以後 陳四輩以後 我去參加他的結 開那個結 結 那個叫病不甜蜜 我突然愛兩個父子 做十四堂的愛 我就問陳四輩 我就說 這四個球員 這四個球員 合影 十六個球員 雙城 雙城市合影 十六個球員 兩個市長 十六個城市合影 十六個不同特色的球衣在哪裡 最受歡迎 最受歡迎的球員在哪裡 最受歡迎的球員在哪裡 我絕對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說 城市行銷裡面 這些人都可以感到重視 嗯 當然 可能你會說我多想 可是我在現場 所以當下在一段小時走的 我覺得 那種溫暖 跟感受是不一樣的 對 反正我丟相反擊 我說我這裡面沒有見證 可是您做的事情 跟政治不關 這是事實 我就會看 我就會等 他們會說 欸 因為正市長有什麼事 所以你都講正市長好不好 不是錯嗎 全場完成做 新出名分最多的正門市長 有的是 你誰要打他 沒得到 第二組 沒得到 你說他作秀 有你在做嗎 有在做嗎 有在做嗎 有在動你說你要作秀嗎 不可以就算得到 不然我們都沒做 不然你前世事來說 嘉義現在做235 張范范 張范范的好 在做235 他是找台灣 胡高康創業協會 歷史長在做的 也跟我們有時候合作 所以說 當然他 他那天是酸說 他要四百萬都沒有 別人做一個花博 八十億 那我覺得 你身為這個高度 你就不要去講這個 第二個 你的單位就應該 讓政府知道說 你做這樣子的235官工 其實 你裡面涵蓋了新住民 原住民 二代移工 但你為什麼不把它 讓政府知道說 你的事件 在政府執行裡面 其實在 很像真正當中 你都看起來 在具體執行裡面 你嘉義 再怎麼沒有錢 你是想做 對不對 你不能說 這個案子只有八十萬 沒關係啊 你要政府知道嗎 不因為說八十億 才叫做事情 八十萬就不是在做事情 我覺得這個態度 跟觀念要改變 可是我現在面臨的 他用一個 就是 就是 說 這個的正根 正當中 這個 加張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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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市長這次是跟TVBS和那個 林立是TVBS TVBS合作的案子 也是扣過15萬的廣告費 我覺得被寫車薪但是溫暖的在這裡 就是說你至少肯定有你重視說 這個媒體跟這樣子的一個刊物 跟這樣子的一個社群 他的確在新住民關注 和整個國際工作室裡面的一個訊息的 這個放送是溫暖的 我也寫九槍十八龍 可是我寫的跟中文有可以請注意看 我們寫九槍十八龍 跟一般人的PBS學的畢業 我們站在 我永遠站在一個中文的立場 Mayby政府有相關的政策法規 他要做改進 教育訓練需要做改進 當事人也要教你 那這樣子三角形成 甚至於社會的四角的形成裡面 我們必須找出裡面的徵結點 該教育的 該修法的 該修規的 都有問題 那不管是中介業有好 還是政務單位有的 其實都有責任 而不是因為人說 警察開槍 所以警察說要下台來 警察開槍 所以警察該死 所以這個九槍十八龍 你看 母先生為協會 把他父親從印尼前來 刮那個狗牌 所以要跟台灣政府要賠償啊 幹什麼幹什麼 我覺得過了 在台灣的協會 你對面是這個樣子 我不懂就是 把這個政府偷的份 對你什麼好處 而我發現有個好處 這是我後來得到一個不道德的結論 就是當你獲了份之後 你只是求了夜晚單位的關注說 啊 我小司機被可能賞的時候 我對你可能放快一點 事實我看到 這也是我當初不命生意識的原因 後來 當然啦 我也還是要請示築 我在台灣 目前我在做這個區塊 我的確面臨到收入壓力 因為我很單純的 我導 就能看到我這一點 幾乎沒有什麼我搞的 可是我翻譯他們所有的雜誌 一般公告最起碼佔了40到45頁 變成我還是要去珍惜公告 要不然我真的我不想去 昨天也跟股東做了開會 我也跟股東報告說 我今天會來跟老師來談 因為包含整個教材是不是有機會 在做數位上面的一個 我們可能分高低兩個階層 比方說數位裡面 有關數位教育裡面對於國際工作者 從中下節的勞工 或者加入來新舊營的這些檢驗們 數位的概念是什麼 資訊的教育是什麼 我覺得是不是有機會去做一個宣導跟太陽 將來 將來最淺的目的就是回顧原幾國家以後 當它回顧台灣 台灣按一個讚 它會說好 我在台灣學會的這個 我在台灣 我是受到保護跟重視的 再來一個 台灣對於人權不是寒假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思考報 當目前為止我所矜持 我們整個團隊所重視的 平時在今天跟老師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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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想得完成 因為知道你要來看 然後又看到那個事情 我覺得很好 突然之間有肺炎 肺炎 肺炎 沒關係 我也說了嘛 平常性 很感謝 平常性 我想 最後有沒有想跟我們說 有 有 有想要多 那我剛剛快速公整一些 一個是說確實了 就是部位來講 即使同樣是這位企業 它是合作者形式 它是協會形式 跟它是公司形式 目前是完全不同的 在中央是不同的部分 在地方是不同的居住 這是事實 對 那你要接受投資 或者是什麼 當然就是經濟部 以中央企業出為主 更大的一點 當然是工業群 但是如果是協會的話 那就是可能是老阿屬 或者是微服部 或者是業委處 那當然合作者 目前現在正在重啟合作者運動 所以它有不同的主管機關 但是我們現在在事務上 經常碰到說 一個社會企業 它為了達成它的使命 它可能本來是一家很大的公司 現在要開一個基金會 這個常見 很大的協會 想要開一家公司 這個也常見 但是不那麼容易 對 那甚至還有包含合作社 它可能要這個多小化經營 它還是會成立一些合作公司 也就是說這三個主要的組織型態 它並不是排除性的 我們常常看到有什麼企業是 先從其中一個開始 然後慢慢變成兩個 甚至三個我們都看過一個 對 就是它同一個事業體 在裡面有三種組織型態 對 那我想這個是事實吧 那之前大家最擔心的就是說 我們會有這個洗濾的狀況 比如說它協會本來是給人木額資 但是捐款嘛 是善款嘛 那它現在又要再去開一家公司 那會不會有一種洗錢啊 或者這個沒有符合當時公益墓地啊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目前我們正在嚴厲一套這個機制 因為目前公司法 已經我們送到立法院了 那我們舊的公司法 也因為新的公司法的這個抑制 將以重新詮釋 所以就變成是說 現在公司它如果不是以利文明地 像有型叫做尤弩資心炭 它的公司 它就是所有賺到的錢 股東投資一百萬 它只還到一百萬 第101萬開始 它就又回到自己的社會使命 也就是說股東絕對不肯賺錢 對,那這種時候他就跟人品有其實並沒有什麼 我們的目的,我們的公司也是走這個 可是我們找不到有依序的法規 對,那目前就是剛好在上個禮拜 有一個解釋函已經出來了 那我在鏡頭也提供給你 對,那目前就是說很多人會覺得說 現在有公司他不能裝這樣的東西 那現在這個解釋函就是商業司很明白地說可以 那你不但可以 你可以在章程裡面去做一些我們叫實名鎖定 明白 對,那這個實名鎖定的部分呢 因為比較技術型我就不在這裡講 但是我會提供給你一個完整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有一個個案 它叫做好木人公司 它就是希望用一個NPO去設立一家公司 但是要不但完整的有這家公司的控制權 而且它使命不能依托 就是它不能因為這個以後公司大了 就自己去做別的了 而且甚至也包含說 它一開始設立這家公司的時候 的股份就不是用木來的錢 它就是叫做信用儲資 所以這個協會本身是不儲錢的 但是它還是有這家公司的控制權 所以這一套做法就需要 公司的章程它要透明 它要揭露 那我們揭露的方式呢 我們也請商業司規劃了 這些都有書面資料會提供給你 所以這樣子的話 一家公司就要一群這樣的方法 那從除了捐款給它 還是不能比稅之外 其他的部分應該就可以 勒同這個NPO來看待 回到幹成以前的社會規則模式 對對對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是最近才把這個 法律的技術細節弄清楚 所以這個再次同樣提供給你 好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就是關於服務型的設計 到底要怎麼樣 因為我們不能在這邊擺攤嘛 也沒有辦法弄成一個大禮包 所以服務型設計 到底要怎麼樣去做 我們目前的做法是 我們透過共同供應器 來進行處理 那這個部分也是 中期處才剛剛確定的一件事 那我們目前的公務有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是所謂的 弱勢的體驗 雖然我不是那麼喜歡弱勢兩個字 但總之是弱勢的體驗嘛 那好像說黑暗對話 它是一家社會企業 對 那這個時候 如果單一的工部門要採購它 確實如你說的 除非事外以下 它不用出具理由 不然的話它總是很奇怪 就是開共識營就共識營 為什麼要在黑暗的地方開有共識營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讓兩個以上的部位先聯合採購 定一個共同供應器人 第三個以上的部位 或甚至地方政府其他公務機關 它採購的時候它不用在店裡有 它就可以直接往黑暗對話進行採購 那這個時候它雖然是服務性的 它不是產品 但它也進入了政府的標準採購流程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比較容易 那這個我們有一個前領就是直播服務 直播服務 當時就是因為經過共同供應器人 所以各部位的長官就不會問說 為什麼你要買直播服務 因為它是已經在行路上面的 好 這個是弱勢的體驗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對於社企的 怎麼講 更加了解 它是一種教學服務 或者是一種訓練服務 那它的目的是要讓各部會的承辦人 更理解社會企業的精神 那這個教學服務的採購呢 同樣也可以用公務公益企業來處理 那所以說你們這邊其實按照你所的轉型 已經往這個方向轉型了 所以我會鼓勵你們還是跟中級去討論一下 有沒有什麼你們提供的服務 是可以往部會宣導 而不是只是往新著名或者新二代宣導 是可以往內宣導 那往內宣導的這種 不管是你把它叫諮詢性質 或者顧問性質 或訓練形質都可以 但是它應該是可以 以我的出錢的理解 是算作一種服務型的一種採購 那這個是一個可以討論的方向 反正我們這個都會有記錄 你們就拿這個記錄去談就好了 那這個對於各個部位來講 它的承辦可以減輕它的壓力 那未來呢 小額採購呢 雖然說是十萬以下 十萬到一百萬這邊 我們工程會正在預告 未來可能也會放寬 那大概從現在算起一個多月之後 我們會知道結果 那如果放寬的話 十萬到一百萬也不需要上機特別去盯 你也不需要再特別去講 為什麼這樣的理由 它會變成跟十萬以下 蠻像的 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也是讓大家可能未來比較容易去做一些一次性的就是 因為以前十萬到一百萬它特別一些理由 它理由一定要對其它部位先有的年度預算 所以它跟你講的是真的 就算我們是協會也一樣 這不是組織型態的差異 但是未來十萬到一百萬這一層會有所換款 好這是另外一件事 那再來就是說 我覺得地方政府 我覺得在這裡還是奔運特別重要的角色 不管是台中 我知道他們在做INGO的一個規劃 或者是其它 因為青住民大家接觸到的是一族群娛樂 其實說真的中央政府的政策 還是要地方來試行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叫區域創新 就是說我們中央政府的角色在這裡 無明是說是讓區域政府有什麼想法 這個想法它是在Local釋出來 釋出來之後發現可行 它提到中央就像你剛剛說的 提到中央說要做這個 那我們再利用像數位國家等等這種平台 去告訴別的地方 你也可以做這個 而且有人幫你做過了 那法令如果需要調適 中央製作法規調適的部分 所以我想未來尤其像這樣子 跟特定的族群相關的創新 因為每個地方的族群組長是完全不一樣 你很難去 好比像說東沙群島做新住民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每個地方是不同的 那所以可能就會要 你就會在集中在 特別在意這件事情的少數地方 把一兩個模式做出來 這個模式做出來之後 再讓中央看見 才比較容易放大 那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現在很不想要去做那種 其實地方都沒有是 中央自己拍的老人想出來 然後叫大家做 明白 對這個之前我們這個失敗率99% 所以我們不這樣做了 所以在數位政策上尤其是這樣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透過 智慧城鄉等等的這些方式 就是讓區域創新能夠讓中央指導 再散到各個不同其他區域 那這個時候跟共同彩購的想法一樣 就是別的區域就不用冒險了 他可以說什麼什麼線做過 什麼什麼事做過 那這個時候 你們就不用花很多力氣去跟他們拍 你就只要說我們專注做過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成功的 這樣子就可以 我們這個時代區域性的部分 在東南亞就是每一種個別的運用 或不同的個別族群 要用不同的這個strategy 不同的策略去做 我想這一次的檢討 或者是這一次的調整 雖然我沒有參與 但是我自己從就是一般可得的資訊了解 其實就是這個方向沒有錯 就是大家特別理解到說 尤其像現在印太戰略出現的時候 其實你不能在隨便地圖上面畫一圈 你每一個單點都是不同的策略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至少我從中央的角度來看是有了解的 至於說各個部位它落實到什麼程度 因為從策略轉向到大家都落實 中間會經過至少半年的調整計劃的時間 所以我想這個慢慢大家還是會感覺到 那我有記下來差不多就這些了 至於其他的就是一般性的 關於社會企業這個概念 我們在接下來可能會提出一個新的階段 最重要的行動方案 因為之前的行動方案 成如您說的 當時是有一些KPI的一些思維 他們會希望比較快速地去培植出多少家社會企業 那因此就會變成是 其實本來它的社會使命不一定那麼確定的 或者是它的商業模式沒有那麼確定的 都會被狂進來 那狂進來之後 感覺社會企業這四個字就有點被稀釋了 這個是事實我們也不用隱瞞 那但是而且在當時大家會把社會企業跟青年啊 或者跟初創啊 多多少少會有一些印象上的連結 對那當然也是因為當時 馮洋老師同時也是青年新創的正位 這樣子那所以我想我們這邊像青創基地 搬來這邊之後改名叫新創基地 或者是說我們會特別強調跨世代或跨領創業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有活下來的社區 都不是單純只有青年或只有壯年 或者他們也要包含利益關係的人 就是說如果你去做生長者的話 那你的Board或你的Vicer裡面生長者 越多你越可能成功 對所以這種參與時的跨世代跨領域的 我們發現才是我們要特別關注的 而你會一味的強調青年 或一味的強調什麼的話 其實反而是反 就是會時時的起反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已經調整了 所以我們會看到像青創基地 感性青創基地 或者是很多的KPI 它不會再去放在家屬上面 或者是不會放在這些量化的東西上 而是它我們是放在 Pay for success 或Pay for impact 就是說它是去量 它到底造成社會多少的衝擊 多少的改變 因為我覺得social impact 翻成社會影響力的問題是說 當然好像是在現有的社會關係裡面 發生會一些影響 可是那個在英文是influence 我們說social impact的時候 我無名是社會衝擊力吧 就是說它顛覆了大家對社會的一些想像 本來覺得是身杖的 變設計師了 本來以為是視障的 變成導演師了 本來以為是街友的 變成服務提供者等等 就是它要翻轉社會的想像 我覺得才叫social impact 那我們未來鐵片要 會更多放在這種impact上 而不是放在influence influence還好算 這個禮服到了幾家 有多少人來 這個這些都 對對對 事實上那個是 非常容易衝出來的對性 對 可是那樣子就沒有impact 我覺得沒有impact是不值得去 去換很多資源 尤其不值得 換生活的資源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件的想像 希望給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沒有了 坐牌時間當老師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想說 如果還有什麼機會 嗯 沒有沒有 所以隨心意料 好 然後我們就是 是說 有 就是剛剛老師談的那個 一個 後面那個 就是那個 對 一個是論壇 一個是服務的部分 就是服務官方公司 總結的部分 對對對 然後我們再等 就是小廷還是誰 會給我們 就是這個錄影馬上就會給你們 對 今天就會給你們了 就是剛剛老師說的那個 對 論壇的部分當然 就是我們的 有幾個嘛 一個是我們issue上面 已經有的商業思念談室 那個就麻煩直接E-mail給他們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名譽亞太的那個工夫會 就是可能 那個是可以進攻嗎 我覺得 我們 我們不會公開啦 因為最主要是 我想知道說 如果有那個機會 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就是 《四方報》站在這樣一個 論壇的機制裡面 我們 我們的角色是什麼 比方說我們是 沒有露出 我講的媒體露出 跟一般的媒體露出 就是不一樣的 我們就說 我變成是一個轉轉 就是轉一轉 就是說我要告訴我 我覺得 就是說同樣是媒體露出 我覺得我們比較 F社的做法 就是你先問一下 主辦的朋友們說 現在有四方報 他是在之前的 F社的一個位置 他們覺得可以講到多少 那你拿著多少 來決定 給到多細的簡報 因為我們目前還在籌備階段 是 那所以 時間還長沒關係 但是我想這個大家的參與 早期參與 這也是很重要的 對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看了 就是 商業室的那個 韓式以及 新的公司法之後 還有我們相關的主資料之後 還有什麼想法的話 就直接因為我們 我們不需要一定要面對面的公司 就直接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